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下你知足了吧 我们文士就剩下孤儿寡母了 这下你可以欺负个够了 你这话怎么老是横着出来啊 我骑大马一不拖二不抢 在商场上赢得你们光明正大 我不会小声说话 在商场上赢得你们光明正大 我怎么就欺负你们了 我 他可是救过你命的人 你说你不敢急 你反而来气我 你什么人呢你 是 你儿子是救了我一命 我这不是看他来了吗 对不对啊 你拦着不让我进呢 你还说我亲你 你这 谁去 你还别哼哼 我告诉你 公是公私是私 商场上的事儿老子照样不留情 不过你别害怕 我听我规律他 先放下我文师一马 老子的话对谁都不是诺言 唯独我闺女 你说你 你怎么就是小岁的父亲啊 太不像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有钱小岁千分之一的善良 我都相信你是他的父亲 行啊 你别光说老子啊 幸亏你儿子没随你 他要随着你的性格 那 那他就惨了啦 你还 别吵了 别吵了 这里是医院 要吵回家吵 一走廊都听见你们吵架了 谁跟他冷口子呀 啊 你这丫头 怎么张嘴就胡说八道啊你啊 那请问您是病人的家属吗 如果不是请您离开 这里是VIP病房 只准家属才能进 他不是 请他离开 对不起 先生 老子今天不和你置着气 哎 老子今天忍着 老子今天忍着 哈哈哈哈 起人 阿姨 小岁 谢谢你啊 谢谢 阿姨 我爸他就那样的一个脾气 您千万别生气啊 我不生他的气 他就这样 我呀 犯不着跟他生气 是吧 去吧 去看看向天吧 还疼吗 本来挺疼的 你一来就不疼了 讨厌 对不起 对不起 胸脑疼 你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压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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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我 讨厌 你烦人 你知道吗 你今天特别害怕 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怎么会呢 你不是总叫我傻阿玉吗 傻人自有傻福 再说 我怎么会舍得留下你一个人呢 连婚还没结成就要走 我不太吃亏了吗 都这个时候你还想说八道 不过 说实话 我当时确实有点害怕 谢谢你 阿玉 谢谢你 阿玉 谢谢你救我爸爸 小水 我们两个以后 都要好好地活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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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生产极有可能违及生命 那孩子呢 如果坚持生产 全部的危险都会降临在母亲的身上 对孩子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三天 怎么了 弟弟 坐 坐有梦了 我梦见被车撞死 眼前一片漆黑 浑身想动 动不了 想叫 也叫不出声 别怕 这是梦而已 弟弟 其实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我怕再见不到小岁 我以为这一次我真的会死 怕死吗 你不会知道这种感觉 一瞬间 你会觉得 有很多事情你还没做 可是你只剩下一秒钟 而这一秒钟 你会想起很多以前的事 就好像在警告我 从这一刻起 就再也不会有将来了 是这样吗 你知道那一刻我在想什么吗 我不想死 我要好好活着 你说得对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怎么了 弟弟 我的话吓着你 有一点 对不起啊 感觉到了吗 他知道了 吸气 呼气 空气这么新鲜 吸完之后呢 就可以喝这个新鲜的果菜汁了 来来来 多喝一点 补充你那个营养 来来 你像不像你三十年和东 三年和西这句话 现在轮到汤兵我喝药呢 老公 这三杯了 今天都 这个比那个药好喝多了 来来来 快点喝 快点 喝了 什么 现在不是为了你在喝 现在是为了咱们的后代喝 对不对 来多喝一点 小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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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真要搬回家来 那当然了 我必须要给我爸这颜色看看 他那么做太过分 停停停停 这种话我不想再听了 你捞到这个捞到很多次了 现在讲的话不止我和嫂子会听到 还有小朋友会听到 所以讲的话有点意义 知道吗 没用 我说 你恨我吗 恨 对不起 说实话 我没想到你会回来 别误会 我回来不是自首的 只是想来看看你 你不用自责 如果你不是及时刹车 我可能没有那么轻松的 再和你说话 我想过要战胜你 甚至想过要把你狠狠地踩在脚下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我知道 你救过我的命 还当我是兄弟吗 如果不愿意回答的话 也没关系 我只是想看看 把这趟冒险回来值不值得 自天 自首吧 你已经走错了很多步 不能再错下去了 从我背叛你的那天起 我就没办法回头了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把你当兄弟 我都把你当兄弟 夫人 请原谅我没有当面向您告别 因为我实在没脸再见你 再见相片 这么多年来 文家一直对我恩重如山 我无以为霸 只能更加尽心尽力 我本以为这一辈子都会 留在文家 我还想趁着腿脚还灵活的时候 能够帮着向天 带来孩子 可惜呀 我现在不得不离开了 长廷愧对文家厚爱 不求原谅 但求将逆子谢子天 带回老先生墓前 带回老先生墓前 磕头赔罪 夫人 您怎么来了 老谢 今天扫什么药您吃了吗 我把药都整理好 放在老地方了 到时候会有人提醒您吃药的 我也吩咐他们 要在早上七点钟之前 把报纸放在书房的桌子上 您放心吧 老谢 你这就走吗 我还写了一份东西 放在抽屉里了 把家里的情况和规矩 都写清楚了 新的管家来了之后 就知道该做什么了 您就放心吧 你一天不回来 管家的位置就一天空着 夫人 老谢 无论你到哪儿 只要是文家开的酒店 你就进去 我都安排好了 你提名字就行了 谢谢您 夫人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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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 我们这儿有个叫萌萌的小姑娘 她就是被拐卖解救过来的 每天就不停地哭啊 哭啊 就想找妈妈 后来警察帮她找到了妈妈 我跟小玉把她送回去的时候 我永远都忘不了 她看到妈妈时候 脸上幸福的表情 但是 也有不知道自己是有妈妈的小孩 你看那边 有个在洋长辨的小姑娘 坐在轮胎上的 她叫小石头 她一直相信 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她刚出生的时候 妈妈就去世了 所以从她懂事的时候开始 幼儿园的老师就告诉她 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谁也不愿意拆穿这个谎言 小石 等雪儿生下来以后 我做你的干女儿好不好 真的 答应我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让我多照顾照顾小雪 弟 弟姐你什么意思呀 我是说 如果有一天我出国了 或者 有一些什么别的事情 小雪就拜祭了 这是什么问题呀 太没问题了 我要是当干妈 那阿姨就是干妈 有你这个妹妹就好 我也这么这样 不过 你也不至于感动到哭吧 什么 你俩也要结婚去 太好了 你们俩呢 是我们超市 打造出的第三对 是是是 第三对 我们这个以后 别什么年年岁岁超市了 别什么婚姻介绍所算了 找个老公第三道 找个老婆第四道 你说是啥 老板 说句实话吧 我和桃桃 那比老K和翠翠 定的早多了 后来没想到 让老K给领先了 然后我俩想 这脚先脚后的 也不太好 这不是多待了一个多月吗 这两天 家里来电话 说日子都定好了 这回飞回去不可了 东瓜 你说你在这干了多少年了 大概四年左右 是不是 你知道你这四年里面 进货进错多少次 你知道吗 你可能不知道 我跟你讲几次 比如说 洗发水 进成花露水了 咱们这个带装方便面 进成盒装方便面 你知道你这个定错的方式 给我们这个超市 带来多大损失 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吧 当然还有你了 涛涛 收银员 在我们这个收银台 后面收钱 是吧 你知道你每站一分钟 我心里滴血滴一分钟吗 头皮发麻 直冒冷汗 你收过多少假钞 你看不看得出来 你摸不摸得出来 这么多年 而且收错多少次账 你知道吗 你当然也不知道 好 你要当这个什么 会计收银员 我看你这个 从一数到十 都有点问题 当会计收银员 那 其实 其实这样也刚好 这么久呢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请你们离开超市 只是一直 不知道找什么机会 跟你们说 现在可好了 帮了我一个大忙 你们要结婚 是吧 好啊 赶快结 这样吧 一不做二不休 明天 明天就离开这里 但不要忘记 把这衣服留下来 有钱的 你 你们别介意 他脑子不好使 千万别介意 别太在意 老板娘 其实 这么几年来 老板是什么人 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舍不得我们 才说了那么短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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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 虽然挺瞧不起你的 但这么一分开吧 你心里挺难过的 吃点劲 以后想拍都拍不着 老板呢 别提了 他自己在办公室躲着哭呢 让我来送你们 还有 这个 是你们老板这些年 可扣你们的工资 他把你们 两个坐在一个户头上 他说这样理系多 这么多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娘 东瓜脑袋 怎么样 想不跟我道个别就走啊 东瓜 记住了 以后别再赌钱了 是小岁 让你嘱咐我的吧 放心吧 以后肯定不赌了 真的 真的 我不信 赌多少 赌十块钱呗 东瓜 哎呀 哎呀 阿玉啊 你们谁都喜欢 哎 太坏了你们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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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紫天 紫天是你吗 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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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这堵墙吗 这堵墙 是你和爸爸一块儿 雷起来的呀 那时候你才多大 也就上初中吧 你妈还活着 那年暑假 我把你从文家领回来 下大雨 冲垮了这堵墙 是你和爸爸一块儿 买砖捡砖 和爸爸一块儿 雷起了这堵墙啊 紫天你还记得吗 雷完了墙 我给你洗澡 你给我吹 我去看看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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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陪在爸爸身边好吗 有什么事啊 别憋在心里 跟爸爸说 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爸 怎么了 晚安 晚安 小岁啊 你现在别把我当成向天的妈妈 就当两个女人在一起 好好聊聊天 好吧 来来 坐坐 小岁啊 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这个人是有点自私 因为向天是我们文家的独秒 我这个当妈的 一切都得为她想 我知道的阿姨 你嘴上说知道 可你这心里面 不见得明白 只有你真正做了母亲 你才会发现 为了孩子 你可以不惜一切的代价 向天从小就娇声惯养 但是呢 她这个孩子很上进 有理想 所以就没有走 子天那样的弯路 就是说明啊 她骨子里是很正派的 我知道向天很喜欢你 很爱你 你也很在乎她 对吧 嗯 其实 向天她爸爸走得早 所以呢 我特别希望向天能多陪陪我 嗯 我也知道 孩子不可能永远陪在母亲身边 真正能陪在她身边 走完一辈子的 只有她的爱人 嗯 您同意了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文总 我们在莫斯科工厂 已经开始减产 大概在半月之内 资金就可以回到总部了 啊 还有 我们和非洲矿区沟通的时候 发现了孙达盛先生的下落 是吗 他怎么了 孙先生和他的爱人 现在已经是乌干达小有名气的行为艺术家了 我们想按照您的吩咐 把他们接回来 但被拒绝了 喂 小碎 小碎 你先别激动 慢慢说 真的 回来了 没加班啊 妈 您是不是在利用小碎 您是不是上回吃了甜头了 这回干脆要用联婚来救文事 给我加点水 妈 您还没回答我 你到底想不想跟小碎结婚吗 想 可是我更想知道您同意的理由是什么 没错 我同意你们结婚是有些死心 您知道刚才小碎打电话给我 她有多高兴吗 就像小孩从大人手里拿到糖一样 如果小碎知道 这颗糖只是为了从她手里换她的一样东西 您忍心吗 那您要妈怎么做 我宁愿你反对我们 也不想您骗她 我没有骗她 我是打心眼里接受了她 这是真的 只是因为她是齐大马的女儿 我从心里是排斥的 这是妈的一个心结 等迈过这个坎就好了 您真的能迈过去吗 如果不是联婚能救文事 您会那么快同意我们结婚吗 让妈努力吧 这只是个心结 如果您解不开这个心结 就算我和小碎结婚 您心里也不会痛快 我不想看到这样 妈我走了 那您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妈会这么快同意呢 一开始我没想过 但你妈告诉我了 她说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样对文事有好处 她说她有必要告诉我 这老太太 你别那么说她 你这么想啊 最起码 你妈她不讨厌我了吧 这就是一大飞跃 所以你别强求她 转变得那么快 再说了 如果我俩真在一起 那我爸怎么能欺负你们呢 那怎么对得起你家 对不对 那你想好 怎么跟你爸说了吗 我有必杀技 我归女回来了 爸也想不得了 抱抱抱抱抱 爸 哎 哎呦 哎呦 什么回事啊 这身体都是骨骚啊 又瘦了吗你啊 没有 干爹 你好 哎 好好好 都来了啊 来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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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 爸跟你说的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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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个半年 你们先进去坐啊 需要什么就跟佣人说 不客气啊 那我们先啊 哎 哎 走 叶子 我一直认为咱们 昨晚不应该答应小岁 这个事你知道吗 这个事我越想越不靠谱 哎呀 你妹的婚姻大事 咱们不管谁管 哎 东西单啊 嗯 哎 怎么办啊 什么都是下山秘密的 老爸一个忙 这钥匙 把保险柜打开 我这眼睛花了看不清楚 怎么看啊 先查上钥匙 嗯 按个警号 嗯 咱九二三 零八三 哎 哎 嘿嘿嘿嘿 嗯 闺女啊 我告诉你 这里边 有老爸 在马来西亚 寄出房产的房契 还有 各种产权证明 还有 美国花旗银行 地下金库的钥匙 啊 啊 还有就是老爸的一份遗嘱 呃 万一老爸哪天要是没了 你说什么呢 啊 啊 好好好 不说不说了 反正老爸想告诉你 嗯 我走了以后 给你留着钱呢 哈哈哈哈 哎 对了 闺女 记住了啊 有个钥匙 平时老爸就放在这儿 记住了 我不想听这个 哎呀 这孩子 闺女啊 自打谢思天这个事出了以后 爸做梦了很长时间 我这辈子 的确是树敌太多了 谢思天 不是第一个想要爸死的人 他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这万一 我说了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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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好了 爸不说了 不说了 成了吧 好了 闺女 啊 其实 爸也想好好活着 啊 多陪陪我闺女 是吧 哎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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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大年 你看看这个啊 这个小伙子 是在迪拜 做石油生意的 嗯 人不错 跟老子是忘年交 哎呀 这您不会让小岁嫁 给一个阿卜杜拉之类的吧 哎呀 那两个小伙伴先处处再说嘛 啊 哈哈哈哈 爸 哎呦 闺女 来的更好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啊 哎呦 大年他们挺满意的 哈哈 哎呦 爸 你能不能不能 不要再自我主张了 哎呀 你先看看嘛 再说了 你这个年龄 也给交个男朋友了嘛 啊 哈哈 干爹啊 嗯 小岁之前是有过对象的呀 哦 谁啊 就那个 我那个文向天呗 嘿 哎呀 这个更帅了 大年 这个啊 哈哈 比你大七岁 四分之一的王氏血统 哎呦 我要是嫁人 只会嫁一个人 文向天 闺女 我不想再从你嘴里 听到文向天三个字 爸 您要不同意 我现在就死在这儿了 哎 哎 你 哎 哎 啊 这个有五十星不能喝 喝下去会穿肠烂肚的 不能喝呀 你来住他 干爹 你以为就大意了吗 干爹 你跟他做骗子 不管 你们要是不让我嫁个他 我现在就会 我现在就死在这儿 别 行啊 别闹了 闺女 爸可以忍你一次 但是不能次次都忍你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哪 为了那个姓文的那小子 你可以掉楼 还想喝毒药 你说给谁听啊 我问你 你的命是谁给的 是你妈 你妈要看见你今天现在的样 她连再死一次的心都有